今天是2020年3月21号 是JR新的元素车站启用的日子 就在前一天晚上 旧的JR元素车站宣布停止营业 运作了96年的JR元素车站 是原先东京存有最古老的木造车站 古老的建筑造型保留了旧时光 却无法让时间暂停 经营东京走的桥的两年多来 我们在元素附近做了很多事 我们告诉大家 这里是日本参拜人数最多的神社 明智神宫 我们叫新手们一定要来这里玩 现在要推荐的景点是明智神宫 介绍了附近的10个景点 我们今天来介绍元素挑战到青山的知名景点 GO 我们现在生活方就万头穿动的 好黑心竹下通 这里是闹钟取经的东乡神社 把这里塞进两天一夜的懒人包还不够 竹下通 哈啰啰 我们还要叫陆池们也来这里玩 我们现在要从元素一路走到青山 结束了吗 还没 在下雨天硬要来这里买Blockly象征性的珍珠奶茶 请问这个珍珠奶茶在影片中会出现几秒 三到五个 请朋友Hester帮我们主持千代田县与游 锦邻的代代幕公园的就是有名的名字成功了 就在我身后方 喝了同一家的老梗珍奶 买到了 我真的还蛮久没喝珍奶的 跟同一个朋友又来代代幕公园野餐 我们的野餐固质好咯 看起来很好吃啊 在死都不搭车的旅行结束之前 来到了这站休息 主下通往电台大概开到9点左右 不搭车就算了 还硬要托朋友下水 用走的把总长34.5公里的山手线 一天走完 然后还不减 我们现在身后是哪一站 元素站 Yes 2018的最后一天来这里 大家都想要在1月1号的12点 做第一次的新年参拜 那也叫做Hatsumote 2019的第一天又来这里 那我们来看看1月1号的名字 谁用大家怎么参拜的吧 还有可能放弃的可能性是有 今天排队排太久了 对啊 嗯 最后 这里很奇妙的 成了我们又一只整晚朋友 然后还没剪的影片 山手线大波中 游戏的起点 全新计划 山手线大波 也是终点 我们现在来宣布一下景点 或许就是这么多的回忆 与缘分 让我忍不住在这古老的车站停用的日子 想做支影片来向他说再见 这里是我们影片游戏的终点 但从今天开始 新的车站将会是很多新的旅客 留下新的回忆的起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